随着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不管是走在商场还是路边 哪处处都可以看到新年饰品的踪影 不少人也会趁着这个一年一度的大日子 买一些新年饰品回去布置家里 不过今年的农历新年会落在一月份 恰好就撞上了孩子 就是家长需要为孩子添购上课用品的开学日 然后再加上民众呢都纷纷抱怨说景气不佳 那到底今年的新年饰品买气如何呢 怎么样的新年饰品又最受欢迎啊 马上跟着记者黄慧贤杨伟玄的镜头 到吉隆坡慈场街去走走看看 农历新年的脚步逼近 慈场街一带到处都张掛起了红通通的灯笼 色彩缤纷的年花 还有一罐罐的年病也纷纷上架 年年难过年年过 虽然景气不好 可是人们走在路上 提着的大风小包装的也几乎都是硬洁物品 新年饰品店领头更是人来人往 不只有一家大小前来选拼 买饰品回家增添新年气氛 就连上班族也趁着午休争取时间买买买 打算要把公司布置一番 放公司decorate啊 我们自己做了一点红包咯 然后现在我们就加一些灯笼啊 炮竹啊 就还有花咯 买一些老鼠的咯 有一些的我们就买可以 recycle啊 明年可以再用咯 我们有团拜嘛 我们每个正月都有个聚会的 所以大家乡亲们啊聚会这样子咯 我们买的金老鼠 出现抽奖 lucky draw的 来到今年 高高挂起的红灯笼 依旧是民众心目中的大热门 不过即将送走猪大哥 迎来鼠小弟 商家们也看准时机 趁着数年 售卖一系列鼠枝补尽的老鼠饰品 从吊狮 墙狮到公仔应有尽有 杰利鼠和米奇鼠也都纷纷从卡通里跳出来 跑进新年视频里头 向大家拜个早年 灯笼啊 好像有鼠的东西全部都可以卖了 纸牌啦 这个公仔啦 这样啦 今年是鼠年啊 所以比较好卖了 今年卖多的也是属于鼠年的东西啦 帮你灯笼啊 那些装饰品啊 也是对联也是很重要 老鼠方面也很多 装饰啦 keychain啊 很多啦 虽然近年来 凡事都讲究创新和创意 但是走在店里不难发现 尽管店家售卖的新年饰品琳琅满目 可是大部分的饰品 都还是继续走传统路线 而穿梭在新年饰品的货架中 左挑挑右选选的民众 似乎也对走复古风的新年装饰 特别的情有独钟 我还是比较喜欢传统啦 因为传统我们的节庆嘛 我觉得有一些传统的东西还是需要保留啦 因为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啊 都是想当年我们母亲怎么样做 我们多少都要跟着一些咯 无论是传统或者创新的新年饰品 只要花点心思 其实都能够为这个佳节增添更多的新年气氛 还在抱怨年未一年比一年淡 那赶快动起手来 把家里头好好布置一番 创造出只属于你的新年氛围吧